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一节我们学习按钮式下落菜单 那按钮式下落菜单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下落菜单的A标签 画成我们的button 那这一节呢我们主要看这个文档 好我们找到这个中文档点按钮式下落菜单 按钮式下落菜单的效果是这样的 这是个按钮 当我们点按钮的时候出现一个下落菜单 这样我们可以组合多个按钮 组变成一个什么呢菜单 那这个呢我还是给大家写一下 好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cx12 然后把cx11的这个东西都给它copy过来 Ctrl-C Ctrl-V 好首先我们给一个DNV 第一个按钮呢我们这给一个class btn btn group 先前呢我们用那个dropdown 好现在我们用btn group 但是你这也给一个dropdown也行 里边有个按钮 button tap button class btn btn default 那这个按钮呢你可以给个名字 sala sala spy cr 这当然出现一个小三角 用心看一下效果 正好出来个按钮 我前面加小水平线 它自动会有些接据 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定义什么呢 div 这也要定义一个ur sala 菜单的项目 这个一定要给一个class给一个我们的dropdownmenu 菜单 ri a 项目 好 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给大家复制啊 好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点它 没有出现我们的这个sala菜单 我们看一下啊 这地方样式上再加一个 dropdown togo 看看少了什么东西啊 首先我们是一个button dropdownmenu 这儿没问题 看一下data togo 这儿可能写错了 这个地方给一个dop down找不到 好这样下来在那这个属性很重要啊 这个大家要记住 我这儿没有这个提示啊 一定要给data togo这样的属性 给它的值是什么呢 找不到 好然后 这是个小三角 用形象 这是一个按钮 当我们要用把它组成的菜单的时候 那这是一个按钮组 这是一个按钮组 注意 你dropdown不要也行 把这个dropdown删掉 它也能用 也能用 不影响 其实这里边主要一个定位 是个相对定位就行 但这里边刚好也具有相对定位的这个设置 好那么可以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v 组合多个什么呢 菜单组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下来菜单 就每个按钮都是下来菜单 也可以是个普通按钮 这地方你也可以定义它的不同的样式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default 这个是info 这个呢用danger 好就给这两样式就行了 不同的效果 好这是我们的下拉 下拉式菜 这个按钮式下拉菜单的基本用法 那么再看分离式下拉菜单 什么叫分离式下拉菜单呢 就是 看我们刚才这个 点小三角和点按钮是一个功能 如果我们有时候还可能会用到点按钮是按钮的功能 点小三角是小三角的功能的话 我们需要相当于我们需要定义两个按钮 那看这个怎么来实现 好我们在这给一个hr把它 换行隔开 我复制一个下拉菜单 Ctrl C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按钮前面再加一个什么呢 Button tap button 这个button呢是btn-default class class btn-default 然后呢 再来一个 底下又是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不要文字了 这个文字给了第一个按钮 好 用行一下 刚才设的是 主要这样的话 它是下拉下拉两个相当于两个按钮 那把这个按钮的内容取掉啊 下拉没取掉 复制了一下 那第一个按钮里边有文字 第二个按钮里边只有一个向下的小三角 好用形象 嗯 这有点问题啊 那我把第一个保持个按钮的状态就行了 第一个是button btn-default 第一个button 第二个呢是button 然后是 是一个小三角 两个按钮 drop down menu 把它放到一个 btn的group里边去 好 用形象 啊 还是有问题 这个地方 没保存吗 没保存啊 用形象 好 现在好了 就这样的效果 就是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按钮是按钮的功能 比如说叠了按钮 你不想让它出现下拉框 只有点小三角出现下拉框 我们可以组合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上写按钮的文本 第二个按钮可以写 什么也不写 只写一个 嗯 小三角 就是spy标签 加一个 cret 这样的一个样式 就是一个向下的小三角 这个我们讲 讲过啊 图标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呃 这是我们 分野一时下拉的菜单 那按钮的大小呢 这个就很简单了 按钮的大小你可以设置 按钮的大小 你直接可以设置 按钮的这个样式 为 btnlarge 就行了 随便设一个大的 那这个按钮就变大了啊 按钮的大小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最后看一个向上弹起的这个向上弹起的这个按钮 那向上弹起的按钮只需要我们把在我看看在最后一个里边吧 只需要在这地方加一个 dropup 只需要在外层容器里边加个dropup 好运行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向上的一个 彩达 而不是向拉 这是向上拉 不是向下拉了啊 只需要我们在按钮组外层容器里边加一个dropup 那默认的话就dropdown dropdown的话就向下的 你要向上这加个dropup就可以 所以呢 这个下按钮 按钮是这个下拉菜单 按钮下拉菜单 这个比较简单 它主要是组合一下我们前面学过的按钮和下拉菜单 这些样式 好 这个呢 大家照着这个文档去看一下 这个文档说的比较全面啊 照着这个文档把按钮是下拉菜单做一下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